民进党爆出了性骚扰痴案的争议 时任副秘书长林飞凡坦诚疼疏并且道歉 但是先前太阳花学运的伙伴就批评他说 怎么进入体制内还是不懂得如何处理 媒体人周玉寇更直白地要求林飞凡退出立委选举 而就怕冲击到2024的选情 党中央也下令了 党工如果遇上了性骚扰事件 可以直接向秘书长通报 如果主管隐秘事件的话一律开除 有疏忽我们就应该诚恳地检讨跟致歉 林飞凡心上火线为性骚持案致歉 但坦言接获性骚报告却没积极处理 让曾经同为太阳花学运伙伴看不下去 声音人士王毅凯直批当时陈薇婷做错事被批评 怎么林飞凡进入体制内 有权力后还是不懂性骚事件该怎么处理 不该只是当听了报告 但回头继续聊天交际的高层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更直接点名要他退选 最严谨的程序来处理这次所谓性骚扰的问题 那我相信这个党所展现出来的态度 绝对是社会应该可以看得到的 解决性骚持案退选似乎不是选项 不过遭波及的还有先前也被指控偷拍的 民主大联盟伙伴李正浩 就怕一连串争议影响2024选情 目前为止李正浩都没有明确的说明 那对于林飞凡后续如何能够挽回 或是重振大家对于说 他是否不够重视在性联名等 或是性受害人等等相关权益上 他能不能做得更好 我觉得他要努力的去说服社会大政 党共同仁可直接向民主长陈述事件 并立即受理 若有知情不报或隐匿事件的主管 经查证属实隐喻开除 民进党活速检讨通货机制 就怕这把新兴之火烧上延续执政之路 再次上外财队报道